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们目前所待的位置呢 是在风云手作文具房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旁边有这么多可爱的小印章 但其实它的数量不止这样子而已哦 它有三米高的墙面这么的多 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看一下 风云里面到底有哪些好东西吧 风云手作文具房 隐身在台北东区明耀百货附近巷弄 是由贝登堡和美日共同进驻的手作文具店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一大面 挑高三米的风目印章墙 基本上不管你想要找一些花花草草 小动物或人物主角 还有不同的节庆和打底等各种主题 光是这一面墙 就会让你挑到吃新风了 因为种类真的太多 多到你可能需要像我一样爬梯子登高 才可以和最高处的小可爱见面 那你也不用担心一下子挑选过多 预算炸裂 只要拿起喜欢的印章 找到其中一面有写印章的代码 来到这一面印章墙旁边的告示 就可以对照看价格啦 完全是方便又公开透明 那风云的印章可以算是印章界的精品 像这一只孔雀的羽毛 看起来很丰沛 毛感很细致 翻过来一看呢 它的印面就是这么精美 那小鸟也一样啊 盖出来的效果超级好的 那当然 风云不只有提供蜂木印章 还有其他种类多元的印章 我们就挑几款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个 Lady F的雷射雕刻印章 线条很细密又精致 值得细细的品味一把 那这一种小方块印章组 有天气季节和数字 连便利商店的图案都有哦 很适合写手帐的时候来使用 它甚至还有这一种肥宅新的内容 在家帮一个肥宅还可以领薪水 这个解释的预议是不是很不错 再来还有我们介绍过的日付印章 不过这和我们之前买过的套组不同 你在风云可以单买这个日付日期印章 再选择符合形状的水晶印章片来替换使用 增添你日付印章的丰富实用性 我们还在架子上看到这一种书本印章 它的外表看似书籍 那打开是一个新世界 这一整片厚厚的泡棉书 是你可以抠下来使用的书本印章哦 一本你可以盖的书 那这一种软木材印章也很有特色啊 从触摸的手感开始 就可以感觉到它的特别 还有这一种彩色印章 稳妥妥的华丽 店里面也有蛮多的水晶印章可以挑选 那如果是第一次接触到水晶印章的各位 还要记得带一块取手回家哦 这样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好,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印章 当然要搭配一点印台 才可以完美的凸显这些印章的美 风云提供了非常齐全完整的月貌印台 不管你想要找水滴印台 还是间层色系印台 都可以来好好挑选一波 这边还有盖好的展示 方便大家了解它们盖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呈现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心啊 诶,我买这么多印章和印台 该怎么样使用咧 我们可以转头看一下旁边的墙面上 有专家、老师们制作好的超精致卡片示范 那像我们这一种只是喜欢玩 实力还没有到超级顶尖的文具客呢 风云还有提供很多的手作工具 来提升各位手作的效率和便利性 像是印标签的标签机 还有它搭配使用的纸胶带 很多很多的造型打孔器门 造型多元可可爱爱 那这一关长得很像胡椒粉的烫土粉 使用起来的效果很独特哦 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同时,风云也有贩售不同尺寸的包膜机 它可以搭配右边这一面 许多的手作工具来使用 不只可以当成一般的刀膜应用 还可以搭配凹凸版 如果不会使用的话 不要害怕 现场有老师可以询问哦 它是靠压力的压力原理 然后正常的像这种比较细致的话 我就会拿一盒 然后弄起来 它就会这样掉了 然后我们有搭配刷子可以使用 把你这次不要垃圾再用 那你下次才可以再重复用 然后你再做好的这个 你就可以再秤你想要的纸 秤在上面 把纸放在凹凸版 凹凸版的话 它就是一个是凹凸的跟涂的 这边就是涂的 可以明显摸到 对,那就把你要的纸子 喜欢的颜色放进去 然后放在我们这个凹凸版上 然后经过压力 然后看一下 就有这个纹录出来 这是硬台 跟我们拇指板 然后去拍你要的颜色 就画圈 绕圆圈 有时候我们会去外面买一些 有造型的 就是有图案的纸 嗯 可是你有造型的纸 你可以自己做 就等于说你可以拿有颜色的纸 我现在是用白色嘛 那你可以去用不同颜色的纸 然后下去做有纹录的纸 等于说你的纸 你的纸就有纹录了 自制的纹 对就自己 对 就有自己的自己做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更丰富 你就是再找一个纸 一样压上去 对 那其实就是蛮简单的 又是一个书彩小卡 好啦,听完老师讲解 对于刀膜机和其他的工具使用 也有初步的了解了 还获得自制小卡的心灵感 逛一下文具店 也可以学到美好的新知识 那我们在逛的时候啊 还看到现场有最一个自助式活动 可以用VR书签工具版 来自制小书签 我们拿出一张纸 对准你喜欢的尺寸对应的线 那我选择对应H 之后拿出小材刀 放上轨道滑过去 就踩好一边咯 另外一边同步进行 最终把你的书签对准这个洞 压 书签就完成啦 我们可以再使用风云提供 或是自己的印章印台 再加工一下 放上线条 我的自制书签就完成咯 另外呢 还可以自助式盖印章 目前的活动 风云是提供了六颗印章和一个印台 这个时候啊 要拿出我的盖章小本本 立刻利索的盖上它们 各位看一下这些线条 就是这么的精细 好美好喜欢 各位还要记得 快乐的使用完啊 要稍微擦一下哦 我从下午两三点 在这边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各位如果来这里踩点的话 就可以来体验一波 和卫士印章失心风吧 三米高印章墙强势登场 文具控的台北旅游行城 又多一个好地方啦 大家愿意从中秋动画站 走个两分钟过来 体验一下文具控手作迷的快乐是什么 风云纯新片幕 值得入坑一波 文具店人生 我们下次见